在比赛中我们批长后 对方大概率会挂起来 这一板球呢质量不高 我们要提前准备好发力进攻的意识 这样才不会因为临场反应不过来 错失了进攻的机会 大概率我们会在揭发球不好摆短的情况下 或者是对方拉下旋不太好的情况下 主动批长给自己创造一个得分的优势 这个战术呢要根据对方正反手的优势劣势的实际情况 去选择我批长到哪个弱点 如果对方是反手比较弱 那我当然要批长到对方的反手位 这样他起板的质量比较低 更有利于我下一板发力进攻 如果对方的正手比较弱 我肯定要先批长到对方的正手位 这样呢我第二板呢就会比较有把握 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发力进攻的弱点 比如是对方上手万一质量拉得不错 或者是我批长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衔接的下一板发力 首先考虑我能不能发力到对方的大脚位置 如果我做不到发力给大脚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先给到对方的中路位置 在比赛中我们对对方的技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在制定战术的时候呢 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套路 首先这个战术呢我们要注意 如果批长到对方反手位 对方反手位它又是比较劣势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选择托回来 我们要准备一板下一球的抢攻 抢攻的时候呢跟批长是一个思路 我们首先考虑抢攻对方的大脚 其次再考虑对方技术的优缺点 这个战术呢 适合于比赛的时候 防守呢 它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进攻能力 而且呢 在比赛中 它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这种攻防转换 有一定这样的基础的球呢 在比赛中就可以尝试 类似的这个战术 关注国球会 看更多乒乓球视频 看更多乒乓球